安坑亲轨好龄好礼参与式预算第一场说明会 27号上午在新河国小展开 会中邀请了小城里里长郭仁哲来分享社区过去在参与式预算方面的经验 而新北市议员陈怡君也相当的肯定 以参与式预算募集地方民众的建议和创意 新北捷运公司办理安坑亲轨好龄好礼参与式预算征件活动 27号上午在新河国小展开第一场说明会 说明会上邀请了小城里里长郭仁哲分享社区过去在参与式预算方面的经验 而在参与式预算推动上不遗余力的新北市议员陈怡君就表示 对于这次的活动相当乐观其成 也肯定新北捷运公司重视地方意见 透过我们地方的民众的一些想法去挖掘一些秘境 我们就可以邀请很多游客来乘我们安坑亲轨 所以透过现在很多次的这个说明会呢 我们收集一些意见 然后由民众来提案 大家来参与 新北捷运公司总经理五国际指出 安坑亲轨通车以来带动了地方建设发展 逐渐成为地方民众生活的一部分 所以这次希望借由以参与式预算的方式 可以激荡出更多在地创意 注入多元丰富的地方特色 透过参与式的预算 然后提供一些创意 然后能够我们把一些公共的建设 可以依照民众的这个想望 跟这个想法 我们来帮它实现 那我想参与式预算 它是一种这个省议市议会的预算的一种 所以我们希望透过参与式预算 能够跟地方能够更加的结合 然后吸取一些民众的建议 我们运用在这个公共运输的这个建设上面 安坑轻轨好灵好礼参与式预算证件活动 提案的内容需以安坑轻轨周边的软硬体为主 并且符合SDGS环境永续指标精神 可以以个人或团体进行提案 个人需要涉及新店 团体则需有一人涉及新店 报名的时间从即日起到8月31号为止 每人每对提案的建设不限 计划提案总金额上限为25万元 9月20号会公布初选入围名单 10月12号到11月2号会进行iVoting网络票选 将于11月22号公布优胜提案 记者杨邦友张芳琪新店采访报道